大家好 歡迎收看Key的視頻 最近這10年NBA工資通貨膨脹 5、6千萬的合同 其實現在不足為期 當然也是誕生了很多毒藥合同 看回10年前14、15賽季 高比新資是最高的 其實2350萬而已 現在是回了幾倍了 今天我要做一期挑戰的主題 現在的NBA 1億的總新資可不可以組成奪冠的球隊 我給個參考數目給大家 爛到爆炸的活塞隊 現在是全聯盟最低身資總和球隊 都要1.27億 我想知道今期有多難 當然要進行夢幻選秀 這個夢幻選秀就很重要 如果選了Wambi 我們就起飛了 還在打同工 總評又高 這次我選擇西亞圖超音速 基本上第一Rub 第八順位 有沒有機會選到Viktor Vambi Yama Luka V仔 水字母 Sue 這些沒所謂的 Joelle Ambi 沒所謂的 由他爵士 選了Vambi 六層 所以 Jalen Brunson 應該是Jalen Brunson 第一Rub的選擇 對 Van Carol 1200萬 呃 我覺得可以把這個最大顆籌碼放在Jalen Brunson身上 2496萬 應該是他 可惜Vambi被選擇了 好 至於第二Rub 我都是親手選擇 Jalen 2000萬的新資 性價比方面應該是最好的 我們是單賽季的挑戰 所以你選同工 選新秀潛力高都沒什麼意義 當然可能會做交易 不過第二Rub 我會選Jalen 第三Rub的選擇 很明顯是Herbert Jones 性價比也好 哎呦 我正常重建 我都用Herbert Jones 1297萬 這個沒什麼好說的 第四Rub 我決定做個策略的改變 我會選Risarche 用他來交易 今年的狀元 1256萬的新資 絕對是交易的好籌碼 第五Rub 我會選擇Walker Kessler 296萬 有79總評 23歲也都年輕 你說就算交易也有一定價值 絕對是性價比之王 接著你的時間 我還選了Vanderbilt McBride 巴頓 Gary Harris Stephan Casio 這個是今年的第四順位 然後Robert Dillingham 是今年的第八順位 然後Kobe Brown 是上年的第三十順位 有很多年輕人 Jerick McGinn 第一輪第十六順位 還有一個AJ Johnson 第十三順位 這些毫無疑問 都是交易籌碼 初始就是這樣的陣容 那麼現在我們那個人工 是什麼情況呢 1.26億 就這樣 喂 這些球員而已 抽數而已 都1.26億的總和 所以真的1億的話很少錢 所以接下來交易毫無疑問 我要將多出來的0.26億去掉 然後還要繼續增強陣容 真的很難 怎麼會賺得不可以呢 那麼我們的任務很明顯 首先縮小薪薪金空間 就是要找同工合約的球員 Evan Mobley 1千多萬 他應該是同工合約的最後一年 沒錯 那Chelm Grand呢 當然啦 他現在是第二年而已 所以肯定是同工合約的了 Jerway Allen 加上Wishashe 你換這單交易 大概會幫我們 省1千3百萬左右的薪資空間 黃光是重現中的球隊 那當然 Chelm Grand就並非那麼容易交易 這單交易很明顯就要加上手輪籤 那我們是擴建球隊 手輪籤 很有價值的 但是肯定不行 Chelm Grand 沒可能那麼容易就送給我們 2026年 都還有三顆星的情況下 未夠的 其實真的未夠 2026年 都還有兩顆星的情況 OH MY GOODNESS OH MY GOD Chelm Grand And Ava Mobley Welcome to Seattle 芝麻尼塞登的報價也非常有人 Gary Harris換Lavin哥的話 可以幫我們省550萬的薪金空間 是很多的 不過由於我們現在的手輪籤 即子彈已經是剛才出去了 我們要非保護 我們不要保護的手輪籤 最好是2027年 可以不可以 蔡大人 即是怎樣 拿4個二輪籤 兩顆星 你當我傻的 我這樣換我還蝕 你當我傻的 這樣可以不可以 即是這樣 現在就3個二輪籤 換他的一個手輪籤 和一個二輪籤 這樣就差不多 起碼升星數方面大家是持平的 我們省了多少 500萬的薪金空間 我決定同意了 之外送出巴盾 直接換到手輪籤 其實都不是直接縮減這個身體空間 因為要足夠14個球員 遲些要補回球員 但是拿到手輪籤是不錯的 下一個同攻的目標是 現在魔術隊的 Van Wagner 當然這裡就被蔡大人夢幻選手選中 最後一年的同攻 2011年的第八順位 我就送出今年的第四順位 Steven Castle 以及今年的第八順位 Robert Dillon 由於蔡大人是保強中的球隊 所以就不太容易 其實價值不低 所以手輪籤就派上用場了 首先我決定這樣 讓兩個二輪籤試試 不行的 2029年我們的手輪籤 一顆半星 太容易了 接下來我就用底身 簽了Aaron Holiday 以及AJ Green 這種情況下球隊的薪金 1.01億 過了100萬 我想說的是手法已經出爐了 Jeren Brunson Herbert Jones Eva Mobley Chair Holmgren 以及Grad Wagner 真的可以奪冠了 當然有些球員還要執行 包括現在還超過100萬 好 接下火箭這單家 首先就要答應 George Richardson 新之低 還有一個手輪籤 肯定要答應 好了 剃舞Shooting Guard的真正目標 是Andrew Niemhz 200萬 很爽 2022年第二回合 第一順位 確實同工合同 而且價錢比較低 就用剛剛換回來的George Richardson 來換 有還價要Herbert Jones 這些不用想了 二輪籤留給你 首先 2029年 不是我們 是黃蜂的 他說不可能 我覺得加多一個已經可以了 握手 簽來保齊球員名單 簽多個Maxi Clippers 14人大名單的情況下 9998萬 9998萬 諸葛傑青 極限大師 真的太過極限了 不過其實我還有一些位置想調整 就是 剃舞暫時是沒有小前鋒 不過坦白說 無限選手的情況下 即是沒有太多強隊的情況下 我們這隊超音速無敵 Jana Branson Herbert Jones Van Renter Ava Mobley Chart Holmgren 手法 替堡 Andrew Neumha Walker Kastner Vanderbilt McBride 還有一個小前鋒 未有的 現在用著Maxi Clippers 可能不用交易都可以了 這個這樣的陣容 我還有一個很有價值的交易籌碼 Jeran McCrane 2024年第16順位 他有些價值的 無敵 無敵 先無意 知道嗎 我無意到加易截止 35勝16副 蛤 還有高手 木狼13副 什麼事啊 我看一下NBA戰 木狼這個是什麼陣容 夢幻選手 Jewel Holiday 還好嗎 喂 你嚇我 Jewel Holiday Donovan Mitchell Jabari Smith Jr. 祖巴治 還好嗎 36勝 開火而已 東部這邊 藍王33勝 什麼事啊 Bond James 還好嗎 不是那麼誇張吧 去到季後賽才是檢驗球隊實力的時候 沒理由 這個剃寶的小前鋒 都不需要太過嚴峻了 灰熊的Wins William Jr. 2002年第17順位 三個波OK 有B加 有一定的外線防守 做個剃寶 脆脆有餘 主要是換他 Scarly Pippen Jr. 這些沒所謂 Jerry McCrane 當然啦 最後都會送出去的 榨桿價值 好了 那常開賽結束了 Luka MVP 穿了火箭 穿火箭衣服 好像有幾格 30 哎 數據沒什麼好讀的 是這樣子 Jerry Samson 給了Rish Sharper 那就是 Rish Sharper 我們交易了出去 Jerry William 其實呢 我有想過換他 不過就不是那麼容易換 你看他新枝 477萬是符合我們這個主題 當然我們都有Van Ragnar DPOY是Van B 那我們的球員 超音速的球員 喂 Super Sonic 沒有的嗎 沒有的 那最後的戰績是怎樣呢 我們的戰績55勝 真是不如那對木狼 55勝的話呢 東部這邊 之前看過藍王的 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啊 Done Mitchell 31.6分 Spider Mitchell Jewald 11.9分 這樣也夠啊 喂其實是非常依賴Done Mitchell 這樣也行啊 我真的不相信輸給這隊 不過我賊都不相信的 看看我們隊內 你看Jerry Brunson 28.8分 6.8個做肉弓 他沒有配合選到最佳的陣容 51.2%的Field Goal Chengren 15.7分 8個版都不頑皮的 Evonne Morbally 12.9分 8.7個籃板 Brand Wagner 18.7分 還有手法 Hermit Jones 叫防守 他是防守 Andrew Nymar 就剃寶直的 10.7分 喂這樣的陣容 十人輪換 不用縮的 不用縮的 十人輪換 我很有信心 雖然不是全聯盟第一名 但是我又不相信 第1回合對手 七路種子的勇士 是什麼陣容呢 夢幻選手的 Kavin Durant 穿上一件 Golden State的球衣 還有比爾 又跟比爾做隊友 還有艾頓 又跟艾頓做隊友 Kobi White 還有狗紀王 好像都OK 不過呢 對著他的舊東加超音速 KD 說我手下留情 雖然說贏了一場 博武爾本輪 最後4比1 下一回合火箭 Luka來了 除了Luka之外 頑皮的 其他隊友頑皮的 雖然說Luka 你是MVP 你是毛爾之王 但是沒有了Junior的Luka 上限只不過是0比4 來了 就真的是這一隊 西部第一名 我真的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輸給這隊木狼 我拆都不相信 去火而已 足以證明NBA排名有多虛 唉 這樣吧 唉 真的 唉 搞人兩碗 唉 我一齊都不相信 這場Game Fight 我尊重木狼 3分38秒 規矩是這樣定了入場 我在想 Jane Brunson入場可不可以 但是規矩是規矩 24分15個助攻 Fair Ragnar 30分 Andrew Nimher也有15分 是不是真的 哇 Body Heal Body Heal爆出 哇 哇 Body Heal做什麼 怪獸賽爆發 Spider Mitchell 33點 有沒有那麼硬啊 入場看看 好了 最後入現場了 我們第一次 最終Jane Brunson 好不由於劇場 說中距離命中 你Spider Mitchell 毛子可能很厲害 但你入場對著是Herbert Jones 你完全沒有無名優勢 只不過剛開場 大家的手感都一般 大家看到 Herbert Jones 兜過以護的能力 他不會說 但設一個Pick就擋到他 真的擋不到他 哎呀 又被我想起了Rupe多了 哎呀 防守猛將就是這麼恐怖了 Pair Ragnar 30分 給了Chair Umgrain 坐進了 再欣賞多次了 你是Pick不開 Herbert Jones 你絕對Pick不開他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有1mm1的優勢 有鬼神才優勢 Spider Mitchell 入場的話 完全是雅好火的 沒辦法 最後50秒 當然剛才Jane Brunson 就能殺死比賽 這個球掉了 給了Chat Umgrain 起手一個3火球 不入 但還有6元的優勢 應該是比較穩保的 Spider Mitchell 唉呀 被 Herbert Jones 錄成得完全沒有信心 做宇偉的戰術來了 對了 做宇偉了 又不犯規 底角有人空了 Ratner空了 沒有給的 再全亞都OK的 結果Chelmgren馬上就弄了 Turnover 怎樣的? 大跟 Mitchell 這次不是 Herbert Jones 錄成你了 給了Drawl Addict 他又不經常 給了 Isaac Orcoro 三分應中 沒問題 那他們就犯規戰術了 先把閃上發球 發球也沒問題 你說這些球員誰不想換呢 最後出來穆朗要繼續射三分 Jordy的三分又入了 繼續犯規戰術了 這次輪到我們當家球勝 Jerlum Brunson 沒問題 兩次全球也殺死了這場球的懸念 G5是我們贏的 還有G6 我尊敬穆朗可以SIMCASE 但是回到了超音速的球場 是不是叫做鎖匙球管 我記得以前是這樣 Key Area 贏47分 Eva Mobley 36加12 我都說了木朗是虛火 東部這邊派什麼球隊出來 芝加哥公牛 Trey Young 2K重2 那怎麼樣 除了Trey Young之外 又搭檔Djante Murray Dreyman Green Yakob Portal 再加上Derek Jones Jr 5場比賽之內 結束系列賽 第一場球 哎呀 性價比之王 Jerlum Brunson 不用說話 Game 2 雖然說輸了 但是5場球之內 沒問題 嘩 撐你個肺 第三場球 沒事的 Trey Young 32分 Dalen Brunson Mama Diego Deadman 拔波選了16個 52分的表現 Trey Young 25分 Jerlum Brunson這場球 這場球會比較頑皮 那是Final來的 Game 5 Team Case 在絕對實力面前 沒那麼多冷門 又是一場大比數 42分 Jerlum Brunson 31分 Trey Young Grand 31分 那我想這個FMVP 是屬於Jerlum Brunson 沒事 為了賣多些球飛 我們決定打Game 7 沒事 一齊盡在掌握 Jerlum Brunson這場球只有21分 Krey Young 29分 Game 7 最後5分56秒 我相信沒有奇蹟 當然是入場看看蓬佩 一齊under control Jerlum Brunson 不用說話 FMVP 這個數據真的沒得說 槍武強15分 有5次犯規 Trey Young 5次犯規 好了進入現場 發現D-Rose又穿了 攻流隊的球衣 真的有情有義 剛入場這段時間 打得不太順 暫時攻流這邊 Trey Young在泰寶直 第一得分點 毫無疑問 就是交給The Giante Murray FMVP的轉身上籃 都解僱了 這段時間 球隊的手感一般 學友哥直接如入無人之境 一斬畫 5分的差距 不行 都是要給Jerlum Brunson 他就投入D-Rose 接著繼續是The Giante Murray的3分 追到4分 怎麼搞 繼續是他這個Pick出來 嘩嘩嘩 這個上籃之後2分的差距 打停了我們超音速隊 不是夠了 他們已經全手法出戰 攻流這邊也是上了Trey Young 上來一個Step Back 高難度的3分 有個Porto有板 又要給他 Trey Young幾下跨下運球 又背後運球 繼續單打 文老師拿著葉 Chelm Grand FMVP 每個頭目 布里Po三Double Team分出來 Herbert Jones的3分能力 也都不用質疑 Trey Young上場之後 一直都是想單打 這個球走投無路 先給The Giante Murray The Giante Murray的手感都涼了 我們這邊Pick and Roll配合 給Chelm Grand Trey Young上來之後 馬上拉大了領先優勢 是我們拉大了領先優勢 Trey Young不停地單打 不停地問老師拿著作業 真的不是我欺負你 Trey Young 你入場之後 馬上我們真的穩定軍心了 Trey Young 最後還要Post up 多一次Trey Young Trey Young 入場對我們的貢獻實在太大了 他其實真的無以之旨 入場真的不行 這場Game 7 其實都叫做有驚無險 應該是擴展球隊那些Bug了 所以就沒有捧杯的畫面了 當然何無疑問 Trey Young是最後的FMVP 這個這樣的數據 這個這樣的新知 何無疑問Trey Young應該是性價比之王了 好了今天的視頻到此結束 喜歡的朋友希望可以多點贊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